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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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AT格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石油857 選選原因是看好油价前景 以及仍然有股值收幅的空间 中今日前发表研究报告 指地缘不确定性持续 OPEC加继续减产 需求表现边际改善 共同驱动原本偏弱预期的油价 向仍然较好的基本面进行修正 对于国际能源咨询处的数据显示 2月前两周 美国原油库存转为累积 中金认为主要是因为有机会 因为美国煉油厂的开工率 在寒冬的扰动后仍然维持低位 恢复进度落后于原油生产 并不是完全反映油品的需求走弱 另外公司的上游相关业务 除了靠油价之外 亦有产量增加配合 达到价量齐升 加大相关业务收入增长速度 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中石油的石油产量 2023至2025年可以保持增长 中石油产油来自海外地区的占比不够两成 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升温 加上中美角力 在今年美国大选年有加剧风险 中石油在这方面的风险 较中海有位低 中石油上周收市价是6.26元 2024年的预测股息率大约是7.4厘 本身已经有一定的吸引力 投资者第一注不妨在6元水平去吸纳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5.8元 就可以加注 初步底券商平均的目标价在6.7元水平 跌穿5.4元便适宜止舌 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